第23回 内务府的怡亲王允祥 一见出了乱子 就立刻喝着明秀话 放肆 你想造反 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对谁说话 谁知雍正对他打了个眼色 视他暂且忍一下 接着来回头就问 这个姑娘父亲来了未 内务府的堂冠就连王上来说 会往上 他来了在下面等着皇上问话 叫他上来 咋 明秀的父亲其实早就来了 不过现在不敢露面 那个女儿自小就很巴辣 敢说敢做 什么都不怕 但他发梦都想不到 那个女儿大胆到竟然敢在皇上面前指三道四 那就是和家里照和 现在听见内务府的堂冠一声传唤 吓得他就下巴猛打挂 双脚弹 一扑一扑就趴在皇上的面前 皇上 求皇上开恩 明秀他不懂事 冲撞了皇上 放他一次 路财福 阿港 回去 要好好管教他 求皇上 看在阿秀爺当年 从龙入关 也曾经立过战功 放他一次 那么多了 雍正好不喜欢 瞅了他一眼 看你这副猫羊 还敢说明秀阿爷 从龙入关的说话 如果靠你这样的豆腐渣 我们早就被人打败了 看下你女儿 你不觉得丑的吗 嗯 明秀 你今天说得好 令到朕开了眼界 我们八旗子弟里头 还有人才嘛 别看你 你还是个女儿 有这样的见识 有敢说敢为 就算面对的是 天皇老子 地皇爷 都没有些畏惧 嗯 实在好难得 朕欢喜的 就是好像你这样的人 可惜 在那些大臣里面 这样的人太少了 好 先头你说得都对 朕准你所就 哎呀 那今天在场的人 谁都想不到 雍正皇上 会说出这样的说话 个个都恶了大言 就连明秀自己 都目定口哀 不知道怎么算好 你看他先头一乱嘴地说 说得这么入情入理 但是他是盼死无大爱 事关他知道 好像他这样的 穷家小户出身的女孩 就算是被选入后宫 都迷世之意想见到皇帝 至于受到皇上临幸 做妃子做娘娘 那直头就是白日作梦了 那一个不幸 派了去洗衣局 或者去其他地方 做些苦差事 整世人都见不到天日 一点都不出奇 雍正皇上今天 真的被明秀的说话 打动了 说出朕准你所走 本来明秀听了开心 谁知道是 谁知道就整个人傻了 好在他那个胆小鱼鼠的老爸 这时候又多灵醒 即时就拖下身边的女孩说 快点 明秀 你还傻一样 站在那里干什么 还不借恩 快点跟皇上扣头 明秀这样才跪到地上 向雍正皇帝扣了三个响头 小女子明秀 借皇上恩殿 皇上向十三爷那边望了一眼 稳强 朕今早早说过 被各位皇爷从代选的兽女中 选几个出来 选了没有 回皇上 这件事做了 不过是神分拨给他们的 没有给他们自己挑选 允祥讲到这书 立一眼手道那个保仔就讲了 每位亲王带走了十六个兽女 郡王每人十个 贝勒和贝子就各人八个 剩下的都在这书 要等皇上过完木再分牌了 唉 都好 朕来得都未算太迟 明秀刚才所讲的 既合天理又近人情 这件事都怪朕事先考虑不周 扮得匆忙了些 那些工女幽禁心工 有些已经成头白发 还不和家人团聚 别说成婚成家 唉 谁会说 这样的善政呢 迎联在这里嘛 那个副总管太监迎联 就一直站在旁边的 听见皇上叫 路财迎联在 另外 你去传指给各个皇府 和贝勒府 刚才选了的兽女 全部领回来 放他们回家 另外 你再到宫中查一查 凡是在宫中服事了十年以上 或者是年满二十五岁的 一概放出宫 任他们自行宅偶 自行分配 家里没有亲人的 可以由内务府帮他宅偶 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 今年的兽女不选了 以后什么时候要选 由朕亲定 现在各个宫里头的人 也要细心地查一下 除了太后那里 一个都不准减少之外 其他国宫都要顺着递减 听明白没有 雍正说一句 迎联答应一声 听皇上说完 他渣答应一声 转身就去传指 跪在地下的兽女 和站在旁边侍候的老公女 听见皇上这样施恩 都忍不住痛哭失声 一阵山呼万岁的声音 就响切云天 处理完选兽女的事 雍正和允祥就并肩 走入了太后的寻宫 被病了 躺在床头上的太后来请安 外边发生的事 早就有些太监进来品报过 太后是个通情达理的老人 对皇上这样处置 也挺满意的 雍正见到母后高兴了 也顺着想 母后 儿子这么做 也都为了你老人家祈福 以后你见到儿子 有什么事没做得好的 请多多提点 你身体一向不是这么好 经常敲喘 要多多保重 以后我就请一位红衣 大喇嘛来帮你祈福 到时你这些小病 很快就会好 太后一边喘着气 一边说 唉 什么大喇嘛 小喇嘛 千万不要请啊 我的这样的病 等得一日 等一日 多么闲 最重要 你们大家兄弟要和和 默默 同声同气 那我走 都走得安乐了 太后讲完 就望向同样站在床边的两个女人 视他们有事就向皇上讲 这两个人 一个是雍正皇上的亲生女 四格格杰明 另一个是皇上的姑姐 十七皇姑 今天他们都是来向太后求情 求太后帮他们讲说话 雍正先头进来的时候 就看见他们了 现在一听他们的诉说 这样才明白 哦 原来那女 是因为对父皇和他子的女婿不满意 而十七姑呢 是想将她的儿子从前线调回来 雍正是最不喜欢听这些说话的了 他想将两个的说话都拨回去 只想一下不行 母后就在面前 他们之所以选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来讲这些东西 一天就想老太后帮他讲一下说话 那拨他们事小 拨了母后 那就不给面母后了 不过雍正又觉得自己是皇帝 自己说过的话是不允许别人不遵从的 目前这两件事 看来唯有用大道理来说服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以大国为众 成全他这个皇帝 对了 雍正还在想着想着的时候 太后就开声 皇上呀 你十七姑的事 我看都几可怜的 她的驸马和我大儿子都死在前线 就剩下现在一粒仔了 又要去打仗 如果有什么不测 那怎么办呢 如果做得到的 你就和他扮一下 算我说 都不算是什么大事 皇上 你说呢 母后开到声 雍正再不同意就是失礼了 母后说得对 这件事就交由我扮呢 不过十七姑 我还是跟你交个底线 要你个儿子不上前线可以 不过抽他回来北京 就不太好了 朕刚刚才下了旨意说 凡是应该上前线的 一个都不准留下 你想想 如果个个都想留下 那这场仗怎么打 你个儿子想回来 朕如果答应了 人家又吵着要回来 那朕就难做了 故此朕只能够答应你 回去和连羹尧打个招呼 让他关照一下你个儿子 十七姑 你看这么行不行 十七姑一听 面子就即时变了 他发梦都想不到 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心想 你是皇帝 你叫谁回来 出句声就行了 现在搞到和我打官腔 哼 真是只有生错命 就没有改错命 怪不知人人在背后 都叫你做冷面王 今天算我不好 开错了声 求错人 想到这样 他就对雍正话了 算了 反正皇上都不管了 我就去求个别人 我就不信 要不回个儿子回来 雍正一听就火滚了 十七姑 你不要见怪 谁叫我们是天家 谁叫你的侄子 我是皇上 这件事 朕已经下了旨意 恐怕你找到 谁谁都不敢答应你 是吗 那你就小操心了 十七姑 多谢你这位乖侄 太后 我跪安 十七姑说完 也都不理雍正 头饿饿地走了 太后见到这样 唉 长叹一声 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对十七姑 雍正就不多不少 要给点面 知道她现在生气 她对女儿 就一点都不客气 你的事不要再说了 婚姻大事 什么时候都由父母 说了算的 既然许配了给人家 现在想贿婚 成何体统呢 你夫妻的事 朕都知道 但是朕是皇上 不可以出以反议的 今天朕当着太后的面 再跟你说多次 你嫁又要嫁 不嫁都要嫁 你好好地想想吧 杰明的未婚夫 就叫做哈庆生 这个人 直接是个人面 瘦心的畜生 她不止到此 黎花野草 还经常玩男技 将个女儿嫁到哈家 那就等于将个女儿 推入火坑 那女儿已经在老太后 又就是阿婆这里 哭诉了半日 她原本想着 说声给父皇知道 那这件事 就可以一了百了 她怎么都想不到 父皇是这么挫情 杰明的希望破灭了 她礼转身来 向太后行了礼 就等等声 一路哭 一路跑走了 雍正皇上 看着她跑出去 照过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连一句安慰的说话 都不说下 唉 刚才放秀女出宫 给太后带来的喜悦 早就烟烧云外 她没了力 摊回落床 慢那么扯气 绝绝绝的谈上颈 雍正走到母后身边 一边小心翼翼的 帮她扔着背脊 一边就说 母后 你千万别生气 我都是迫不得已这么做 规矩都是我定的 如果我说一套 做的又是一套 那怎么能复到人呢 请你老人家 能够体谅一下 儿子做皇帝的难处 儿子就心满意足了 太后出力地坐起来 行了 行了 唉 我是你母后 我不跟你撑腰 还只靠谁跟你撑呢 你一向你冷面冷心 我还不知道吗 不过对外人要冷 只对自己的亲人 还是要体贴一点的 尤其是你那几个兄弟 他们都靠你了 他们都靠你了 他们就算有什么不对 你都要得谣人处 扯谣人 千万不要太计较 你做到这样 就算现在要我死 我都死得安乐了 母后的说话 儿子永记在心 照那帮兄弟给路我走的 我就绝不会亏待他们的 母后放心了 雍正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了 他也将更多的牵挂 留了给太后 今天放走兽女 放走老公女 给皇帝带来的欢快 也随着这场家务事 被冲淡了 回到养心殿 金科主考李忽 和前科的杨明氏 已经在等着近见 杨明氏就即将去贵州上任 而李忽就去做湖港的巡护 成了封疆大利 雍正现在没什么心情 跟他们聊天 只是告诉他们 上任之后就要勤舍咒接 不要怕麻烦 不要怕琐碎 也都不要怕得罪人 那就放了他们走了 那个李忽就出身于 一个破落的书香门帝 家里不是说算富裕 现在他的俸禄 也不过每年一百四十两银子 那这些银子 对穷家小户 还算是个大数目 但是他李忽是做官的 做官就有做官的派头 和应酬 钱少了是不够花的 偏偏这个李忽 生性称高 自命不凡 一般的人想巴结 真是很难巴结得到 那时间一长 那些人就敬鬼神而远之 他这里就门前冷落车马戏 不过李忽自己就没什么所谓 事件有皇上看得起 他就经成伤势发作 就一命污夫了 张庭玉的母亲就最爱惜就是这个孙的 要亲就去庙道来拜祭 刚刚当时李忽和田文静进京赶考 就住在那间庙道 李忽打听到这个消息 就写了一篇祭文 到张士平的棺材前边来哭祭 哭得咬咬声 张庭玉就以为这个年轻是个儿子的生前学友 老太太也欢喜了他 后来李忽就被老太太安排在张家读书 这样才成就了他今天的功名 李忽知道自己在皇上眼内 是有一定分量的 他既是正宗的科举出身 又是张庭玉的世侄 连张庭玉都办不好的事 到了他手是办得这么好 那还会不受重用吗 李忽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家 谁知道刚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屋里头吵圈巴闭很多人声 他就连忙问守门口的家人 做什么呀 家里出了事吗 李忽是金科的主考官 他现在在家里做什么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